被拐32年的广西男子曹平与家人相认后 家人想追究当年拐骗儿子养母秦某英的责任 但检察院认为 虽然秦某英涉嫌拐骗儿童 但英本爱已过追溯时效 维持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据媒体报道 1981年1月 当时秦某英用化名来朝家找保姆的工作 照顾刚满5个月的曹平 但担任保姆的第二天 秦某英便带着孩子失踪了 当年桂林市公安局还发布了协查通报 曹平的亲妹妹曹颖表示 哥哥被保姆拐走 这给父母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曹颖回忆 母亲时常深夜拜神 希望能找到哥哥 还时常去买彩票 说中大奖后好找孩子 2020年5月 曹平在公安机关办理业务时 发现其DNA与全国打管数据库里的曹父曹母 登记的DNA信息比例成功 不久后 他与曹父曹母相认 桂林市公安局曾对外发布相关文章称 相认后 从小被拐的曹平和曹家人并不是很亲密 追责意愿也不强 但曹颖说这是两码事 他和母亲坚持追究拐骗者的责任 并先后向桂林象山区检察院 桂林市检察院申诉 2021年8月6号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在通知书中表示 犯罪嫌疑人秦某英 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和监护人 涉嫌拐骗儿童罪 单因本案已过追溯时效 向山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申诉人朝某财 李某的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本院不予支持 限于已审查结案 10号桂林市检察院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检察院就此事召开了公开听证 通知书已给到家属 但曹家仁却表示 他们将继续向上级部门申诉 对于此事不知道各位网友怎么看呢